蓝结音的离开让喜欢她的人悲痛万分 这个宁愿剪垃圾也不愿被钱规则的女人 一生真是命运坎坷 今日有媒体雇出蓝结音的生前住所照片 只见照片中蓝结音留着短发 显得既干净又立脏 而屋内的陈设也是干净整洁 完全不像外面传言的疯女人 邋遢女人一样 而蓝结音所住的屋内只有二十多平方 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 只见屋内各种生活设施都有 家里的电视冰箱等家具一英俱全 而且家具以白色为主 看起来都非常的干净 相信只有在这里 蓝结音才能暂时逃避 开始人的眼光 房间内最惹人注目的应该是她的冰箱 在支间冰箱上面 贴满了各种美少女的贴话 冰箱上面还摆放着一瓶花 从此处的细节可以看出 蓝结音生前对生活的态度非常乐观 仍然有着最美好事物的喜欢和向往 虽然蓝结音走了 也带走了她被驱虏的秘密 但 是蓝结音的影视形象 却一直留在人们心里 那个清冷决绝的春三十秒 绝强的美芬芳 都被她演技的精彩绝伦 蓝结音的演技也是超好的 每次演戏都会投入个人感情在里面 她曾经对谭永林说过 投入角色的内心是借重而很难抽离 一直喜欢演戏的她 甚至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出演一部中国版的《飞跃风人员》 以此来告诉世人 我没有疯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只是受到伤害了 然而 一切再也无法重演 在蓝结音去世后的几天里 警方联系上了蓝结音的姐姐 去认识的时候 又管理人员甚至对她说 不要太有心理负担 逐渐的蓝结音在自己的住所 已经去世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 而她的离开娱乐圈的明星却显有人悼念 只有香港演义协会会长 普天乐顶住压力表态 将会为蓝结音办一个体验的葬礼 而在最近 蓝结音的葬礼也被确定 据悉 香港圣亚纳天主堂今日发出通告 表示将于星期五十一月九日晚上八点 与圣藤为蓝结音举行追赋迷藏 一代家人 就这样撒手而去 生前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和痛苦 在离开了这个无情的人间后 我们会为你祈祷 祈祷